台海熱點 透黑一下 近日台灣博士賽政員 體驗大陸高鐵商務座的視頻 火爆島內 這座椅一箭變成了床 如此高科技再次橫橫打了民進黨的臉 民進黨說的沒錯是沒有靠背 因為可以讓你整個人舒服的躺下來 自從民進黨抹黑大陸高鐵之後 坐高鐵成為了很多台灣人來大陸的打卡項目 不少台灣朋友都在社交媒體上面 分享他們的乘坐體驗 民進黨這無腦抹黑屬實返鄉帶貨了 而且這樣的例子還不少 比如最近民進黨單局宣布 台灣人超愛的大陸臨時黃飛鴻花生 屬於禁止輸台貨品 市面上販賣品屬於違法修律 將進行查處罰款 今後反台旅客每人現代黃飛鴻花生 一公斤以內並禁止老售 結果就是原來在台灣就很火的花生 現在更火了 銷量更高了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做一口接一口 對對對 非常的好吃 還有之前民進黨單局禁止的大陸螺絲粉 台灣人也是越進越愛吃 據國民黨議員林陶分享 現在螺絲粉店在台灣特別多 那你越進 現在從萬華開到西門 你知道路上多少 柳州螺絲粉嗎 你越進開越多 大家越想吃 一向一向進 你要進到什麼時候 據統計 民進黨單局至今 單方面限制大陸2500多項產品輸入 其中農產品1000多項 不僅嚴重阻礙了兩岸貿易正常進行 也嚴重損害了兩岸同胞利益 反觀大陸一直秉持著兩岸一家清理店 採取措施 幫助台灣產品進入大陸市場 協助台啟台隆擴展大陸內銷市場 讓台灣朋友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好處 格局高下勵判 民進黨單局一味進行政治操弄 甚至已經到了連小小花生米都淪不下的地步 各種抹黑造謠更是到了失智的程度 他們就是妄圖以這種卑劣的手段阻礙兩岸交流 我覺得台灣媒體人董志森在節目上所說的這段話很有道理 你要是不相信 你花個三四萬塊自己找一個地方 不要我來指引 你如果喜歡開封舞的包青天你就去開封 隨便去 找一個你聽過的地點你就去看看人家是進步 還不是進步 它進步不是只有上海北京啊 不是只有下門 你隨便看都是 所以我說就是自己眼見 就知道是真實或假的 何聽為虛 眼見為實 大陸很近 歡迎台灣朋友親自來看看 還有更多的美食更多的科技更多的驚喜在這裡 好了本期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下期見